球子爱猫 见鞋带就疯狂追 KG装的鞋带死命不放的金吉拉 超级卡娃伊 他叫咪呀咪 更喜欢拿鞋带动动他的 正是猫咪的主缘球子 他只喜欢鞋带 就拿着鞋带原地这样 他就像过来说 不过他出了门 且紧张地缩成这个样子 他 比较没有安全感 可是 他相信你是需要 用时间去建立 然后大家相信你的时候 他会 他就会开始跟上 人家说什么样的人 有什么样的宠物 邱泽个性就跟猫很像 我会 比较 比较抗拒太过热情的事物 人事物 人事物 包括动物 女生也是 我觉得可以 有一些 缓和的余地跟空间 如果 直接扒上了 或是太过热情的 我就会跟他 稍微冷静一点 他和猫的相处 也呼应自己的感情态度 就是你可能 叫他十次 他会来两次 可是来了两次的时机 会让你觉得 会让你觉得很真心 原来男人都是犯贱嘛 而他唯一被猫咪打败的 就是遇到发情期 一开始我和我爸 不叫他在发情 因为叫的是那种 很烈吼的样子 我和我爸睡觉都带人杀 对 跟起来他就骚醒 他本来是那种很红量 然后后来就被 我爸就说可怜 然后就带他去检查 董新闻 当他的猫比较幸福报导